好 那先跟兩位玩個講反話的遊戲 不如先問陳導演 用三個形容詞 形容一下王大陸先 很聽話 很惡劣 個性很惡劣 然後很 瘦 好 那路要用三個字 我講得很真誠的 來說導演 小心手 很出心 很瘦 很醜 哈哈哈哈 我發現打下去 你 看完一個最帥仔的光直樹 覺得自己 是不是最帥一點的價值樹 哇 反話是啊 認識我心動的女生 你會做些什麼 我會 反話是不是 哇 反話 哇 是導演女生 那我會做什麼 我會 乖乖的跟他去約會 那反話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我不太會 就是不乖乖囉 我不覺得我會乖乖的 就是靜靜的約會的人 謝謝你 謝謝你 拉過Style 拉過你的生活國度 大家好 我是王大陸 我是陳宇山 要看一吻定情喔 耶 謝謝 張立樹 我是F班的原鄉琴 我喜歡你 每一次再一次 你慢慢地靠近 告訴我 都是心跳的證明 那些回憶很清晰 你都不能否定 在我心中寫滿你的 我認同 真的喔 對啊 男生追女生比較難 對啊 女生追男生 就一秒淪陷 嗯 因為我覺得 男孩子 你看 既定性上就會大男人啊 愛面子啊 但你只要一直 這女生OK 但你只要有一點點 也喜歡他 我覺得 就會很容易 就會相處得很愉快 你看 看人 我覺得這個 對 看她長相 對 看她長相 沒有 就是 這麼老實 我以前也有跟一個 你 追我的一個女孩子在一起 對 然後她 可能等我等了很久 對啊 但因為那時候我有女朋友 所以是劈腿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就等我分開了 然後她還是很喜歡我 她等你分手這樣嗎 對 很可怕的女人 對 然後後來就在一起 所以你的 那個女友有發生很多意外嗎 沒有啊 其實我覺得親額頭蠻浪漫的 因為很純潔 然後 然後很療癒 就是 嘴巴有點 很直接的施愛 但是額頭有一種 然後 乖啊 然後很療癒啊 然後守護 我覺得 我覺得額頭好像是一個 對我來說比較 sweet的一個 位置 那我 那我親臉頰 幹嘛以上都不是 這樣 親著一下 為什麼 奇夢嗎 我 我喜歡臉頰 因為我覺得臉頰很Q 然後 因為女孩子通常都會比男孩子有點肉 然後我覺得 親在臉頰上 也很可愛 不是心跳的證明 那些回憶 直樹本來就是一個很完美的角色 那要怎麼樣把我王大魯的特質 加在裡面 這就是 然後要大眾能接受我 所以這就是我的壓力的地方 然後我也跟導演一樣努力盡力去完成它 然後 然後 我覺得就是 導演OK 然後我自己也很喜歡我的江直樹 那當你現在變成一個比較專業的創作者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角色的很多 從原著漫畫裡面沒有給你的線索去找很多可能性 比方說 他的家庭構成 為什麼是 媽媽是一個這麼浮誇的 搞笑的 然後 在現實生活中幾乎不太存在這種價值觀的媽媽 但他身處為一個特別天才而高冷的兒子 他們之間關係是怎麼樣來的 對導演來講 就是說 也去挑戰一個大家 不認為那麼理所當然的演員來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問我有沒有壓力 其實我沒有 這件事情我就真的沒有 我反而一直跟他們講說 他們期待越低 對我來說壓力越低 因為他看到結果的時候 很可能得到了驚喜更多